万能的多喝热水,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。包治百病的方子,多喝热水已经被广大女性朋友拉进黑名单。 你可能不知道,这简单的一句话里,其实就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药诀。 喝热水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,皇帝内经就有病治,而治之汤义的记载孟子中有冬日则饮汤的表述,这汤指的就是热水。 要知道,喝热水也是中国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因为水烧开了,很多水中的致病菌,寄生虫卵也都被杀死了,百姓生病少了,才有更多的力气去发展文明、文化、科技。 一杯热水,八大好处,赶紧拿小本本记下吧。 一,促进血液循环,将良多说,水的温热作用可扩张人体血管,加快血流速度,从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,达到温阳暖体的效果。 研究表明,一个健康的人40摄氏度、45摄氏度的水浸泡双脚半小时后,全身血液流速会增加10-18倍。 二,加快新陈代谢,温热作用能刺激人体激素的分泌,比如甲状腺、肾上腺激素等,从而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能力,以便体内的垃圾、毒素等更好的排出体外。 北京老年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方林说,尤其是皮肤温度增高,身体微微出汗,更有助于毒素的排放。 三,消耗身体热量,泡热水澡能放松身心,恢复肌肉弹性,还能消耗大量热量。 英国拉夫堡大学最新研究发现,泡澡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,相当于步行半个小时,常泡热水澡还有助预防糖尿病。 四,增强呼吸功能,将良多认为,喝白开水能缓解呼吸道粘膜的紧张状态,促进弹意咳出,对伤风感冒引起的咳嗽十分有效。 此外,吸入水蒸汽有利于口腔,鼻腔粘膜保持湿润,不仅能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,还能帮助清除肺部粘液。 五,消除大脑疲劳,当体内积累了一定的沉寂物时,人就感到疲劳。 李方玲说,洗热水澡,喝白开水能加快血液循环,减少血液中使人感到疲乏的物质,改善大脑血液供应,同时还能抑制大脑皮层中枢神经兴奋,使大脑处于休息状态。 六,缓解局部疼痛,中医认为温则通,通则不痛。 江良多说,热敷等方式能增加损伤组织的血液供应,缓解局部疼痛,比如痛经时可用毛巾热敷,能起到活血化淤,理气止痛的功效。 七,减少疾病发作,李方玲说,泡脚对全身各脏腑都有保健功效。 脚上的足三阴与肝,皮和肾有关,足三阳则与胆,膀胱和胃有关,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气血循环,利于全身提神剑气,预防疾病。 八,提高交际能力,美国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医学院研究发现,在三九摄氏度的水中洗澡可改善自闭症患者的交流能力。 在较温和的环境中生活的人,其交际能力也要强一些,免疫系统也更活跃,对于疾病的抵抗力更强。